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色彩的事情和光线的事情 首先是色彩 那色彩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深入的去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它好像不是个东西 色机之空这句话讲的确实是有道理的 我们需要对色彩的本质和光的本质做一些基本的了解 然后我们才会知道在后边怎么样去运用它 那首先呢色彩当然是来源于光的 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光 那实际上呢从太阳里射出来的光是什么颜色 我们说它是白色的 只有在早晚的时候会偏点黄 这个所谓的白光里面 其实含有各种各样频率的电磁波 这个图呢是把电磁波的这个高频率低频率放在一块来显示了 但是你们要知道实际上 咱不是说它的电磁波是可以这个高低频率自己变化的 不是这么回事啊 是太阳光里含有高频率电磁波 也含有低频率电磁波 也含有中间的这种频率电磁波 它什么样的频率都有 当然电磁波这种东西是无处不在的 它其实也不一定只是来源于太阳 那我们呢根据这个不同频率的 或者说是不同波长的电磁波的这种特性 它的物理的属性呢 给它们大致上分了一些段 规定了多少多少到多少多少的频率的 咱们规定它叫伽玛射线 多少多少频率的叫X射线 是吧 哪个区间呢 叫紫外线红外线微波和无线电波 给它分了这么几个段 那么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也很简单的 伽玛射线呢 是宇宙背景辐射有这个 那它的这个穿透力是很强的 所以地球对它来说 可能它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 另外呢 它对人体是有一些这个伤害的 它也可以用作医疗 比如说伽玛刀 杀死你身体里面的某一些这个 坏的这种组织 那么跟它的这种特性比较类似的 还有X射线 穿透力也非常强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拍 这个人的骨骼的照片 看看你骨骼有没有受伤啊等等 接下来呢 是紫外线 紫外线穿透力强吗 也挺强的 要不然咱们那个女士们护肤啊 这个防晒的时候 怎么那么复杂呢 防晒霜为什么要没两个 要涂一次呢 为什么能贵呢 对吧 以前我们在没有这么高级的防晒霜的时候 打那种伞啊 防晒伞 你们还记不记得 那个伞里边是银色的 外边是各种各样的彩色 为什么得银色的 因为只有在镀银的时候 这个伞呢 能防紫外线 防得好一点 它需要比较重的这种金属 才能防掉紫外线 但它不能镀铅是吧 因为它镀铅的话 你一个伞才重了 第二呢 还容易有毒 被吃进去的话不好 所以呢 这个彩色条的左半边的赛种光啊 都是穿透力比较强的 那右半边又有什么属性呢 红外线大家熟悉 我们遥控器啊 一个按钮 这个遥控器顶端的那个小灯泡里边 就射出一束红外光 用来遥控咱们的电视机啊 机领盒啊之类的 所以这种遥控器呢 是被称之为红外遥控器 当然现在还有蓝牙遥控器 或者其他种类的遥控器了 那在我的小时候呢 这个我的父母就会告诉我说 红外遥控器啊 不能对准眼睛 如果你把那个小灯泡对准眼睛 再按那个按钮的话呢 红外线可能会烧伤你的眼睛 有人就觉得奇怪了 这束红光实际上咱们看不见的 那怎么会烧坏眼睛呢 因为红外线是承载热量的 我不知道你们玩不玩个那种 放大镜 把纸给点着了 把这个火柴给点着了的这种游戏啊 所以放大镜 它聚集了这个太阳光 为什么是热的 为什么能把东西给点着呢 靠的就是太阳光里边的这个 红外线的部分 它能把这个纸给点着 所以啊 红外线是承载热量 但它热量其实不是很高啊 你不长期的拿这个红外遥控器 对着眼睛的话呢 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偶尔看一秒钟 半秒钟 还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微波就不一样了 微波又来做什么了 做成了微波炉 所以呢 它的热量是非常可观的 它能爆爆米花 是吧 它能引起这个食物里边的水分啊 这个分子共振 然后来从里到外的加热整个食物 所以微波炉呢 确实给我们家家户户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便利 它也是有热量的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无线电波 这个频率特别低的那一大段 我们都把它化为了无线电波 无线电波呀 这个跟左边的那些 什么GAMMXXX的属性 就完全不一样了 左边的穿透力强 右边穿透力是很弱的 那尤其是无线电波 穿透力非常之弱 但是它很容易被反弹 也就是说呢 我只需要有一个发射塔 对着天空发射无线电波 然后到达这个云层啊 到这个电离层啊 它就会 无线电波就会被反弹回来 又到达地面上 你知道吗 你只需要一个小型的发射塔 对天空发射无线电波 它就可以覆盖 很大很大的一片区域 因为它是往天上 然后再被咱们的那个 电离层给弹下来的 所以它就这个覆盖区域 变得非常大 那大家都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了 这就是广播嘛 是吧 无线电波的广播 或者说咱们的这个 什么对讲机呀 手台呀 都是无线电波 那实际上这些东西 你想过吗 它跟我们口头说的光 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它都是电磁波的一种 那么说到这儿呢 大家都明白 我是讲了什么了 咱们讲的是收音机 是吧 那种无线电波 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 那正是因为 它这种易反弹的属性 所以我们不管是 在屋里还是屋外 所以我们不管是 隔着极度水泥墙 在屋里还是屋外 它弹来弹去 反正总能弹到 我的收音机里边来 都能听到这个动听的音乐 所以这就是咱们 整个这个电磁光谱的 一个基本的划分 但你想过没有 就不管是这个电磁波也好 还是干部射线 一个射线也好 它本质上跟我们 口头所说的光 是一种东西 它都是电磁波 它只不过是 有一点这个频率上的 不同而已 那我们口头所说的光 又是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的特质 中间这一段 就是紫外线 和红外线之间的这一段 也就是说呢 我们人眼是看不到 左边那三个 也看不到右边那三个的 我们只能看到 中间这一段 这一段就称之为可见光 那可见光 如果咱们把它拉大了 再看的话呢 它又分为红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从而往左数啊 那么它的本质是 左边的紫色 实际上是一种 这个波长特别短的 也就是频率特别高的光 右边红色呢 是波长特别长的 也就是说频率特别低的一种光 让我们再换个说法 紫色以外 比紫色波长再低的 咱就看不见了 那么那些是什么线呢 那么那些叫什么射线呢 叫紫外线 对吧 那红色以外的 咱看不见 叫红外线 所以这就是紫外红外的一个 由来 都是人眼看不着的 那中间段 被我们肉眼分成了 红橙黄里青蓝紫 这么几种颜色 它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它们本质区别就是 它的那个波长不同 波长从左边最短到右边最长 频率不同 左边频率最高 右边频率最低 也就如此了 那么这个颜色这个东西是哪来的呢 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吗 不对 自然界中没有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面 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幻觉 太阳把所有波长的光都射到了这朵花上 然后这朵花把某些波长的光吸收了 某些波长的光弹到你的眼睛里面 然后呢 你的大脑为了去理解这种花的材质 为了去理解这种花的这种成分含量 那么它呢 把它翻译成红色 那再来一次 当所有的这个波长的光都射到这些花上 被反弹到眼睛里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会把剩下的这些波长的光 溢成 黄色 如果它射在一个蓝衣服人身上 哎 吸收了某些波长的光 反弹了某些波长的光 最后我们大脑会把这个结果 异为蓝色 所以啊 颜色是指存在你的大脑里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大脑为什么要去花这个精力 做这个进化 原因是我们想活下来 因为我们的原始人是吧 那个吃块肉啊 那个那个肉是红色的 那是能吃的肉 那是绿色的 那是长了毛的肉 那是不能吃的 所以我们的大脑呢 实际上是通过对物体所吸收的和反射的这些光的 频率的分析 然后呢 来判断这个物体 它的成分含量 是否是安全的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讲这个色彩管理的课里面 还会再讲到这一个部分 讲到色彩的部分 然后你会发现 原来大脑对色彩的判断 其实也是比较不靠谱的 另外呢 男人和女人对色彩的判断是不太一样的 男人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色盲 但女人每250个人中才会有一个色盲或色弱 所以女人对色彩的变面能力会大大强于男性 而动物的大脑呢 对颜色还是有一些判断的 但是它的判断方式 它产生这种所谓的色彩的幻觉的方式 跟咱们大脑的可能稍微不太一样 所以我总是在说说 我们人以自己为标准 叫那些动物叫色盲 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可能也是色盲 最后来强调一次 我们大脑是为了让你这个意识 让你这个自我意识便于理解 便于判断 所以把不同波长的光 给翻译成了某种颜色 然后让你来理解 那这总比直接标一个参数 要好理解多对吧 这个这个是多少纳米的波长的光 那个那个肉是多少 波长纳米的光 比这个容易理解的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色彩的幻觉 为什么色彩就是一种幻觉 那么知道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的更深入一些了 我们看到的是可见光的世界 人眼可以看到的光 叫可见光的世界 那非可见光的世界 是不是能被相机拍到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题材 好像有点毛骨悚然 但是实际上就是可以的 比如说人眼是只能看到可见光的 中间这一小段 但相机 尤其是我们线的数码相机 它这个CMOS 是能看到一部分的紫外线 和一部分的红外线的 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觉得是个麻烦 因为我看到的世界这样子 你拍出世界那样子 我就觉得你相机坏了 不是 因为人总习惯拿自己当标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给镜头 有了UV镀膜 UV是什么意思 紫外线是不叫UV 女士们应该都知道吧 对吧 我们的UV几集防晒 所以我们给相机镜头 镀一些UV镀膜 当然不一定是镀了最表面的 这个玻璃上 也可能里边 那么镀了以后 整个紫外线 就大部分都拍不太着了 还有一小部分能拍着 还有一小部分能拍着 如果你想进一步过来的话 你还可以再给我们相机 上什么镜子 UV镜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 那么红外线的麻烦 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呢 也很好办 给我们的这个CMOS前方 上一种红外截止滤镜 这个是上在相机里边的 这个CMOS元件前面的 就是这个感光元件前面的 那红外截止滤镜 可以滤掉大部分的红外线 当然还是有一些 偷摸的进入咱们的画面 还是被拍下来了 但是大部分的烦恼 都能被解决了 加上可见光一般都很强 所以一般会掩盖掉 少许的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影响 那么现在我们不愁紫外线 不愁红外线了 但是呢 有人偏偏想反弃倒行之 我就想拍红外线的摄影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做到的 有一种滤镜叫做红外滤镜 不是红外截止滤镜 红外截止滤镜是专门截止红外线的 而红外滤镜不是 红外滤镜干什么用的呢 它专门用来 绿掉紫外线 绿掉可见光 它偏偏只留下红外线进入相机 加上相机之前的红外截止滤镜 对红外线的过滤并不是很可靠 它没有全部的滤掉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的普通的数码相机呢 就都能拍到红外的照片了 那么这个知识点的具体的推算方法 和购买滤镜的一些注意事项 大家可以搜索叶子空格 这个红外摄影或者是叶子空格单反 红外摄影 我那篇短文里面有详细的描述 顺便你们可以看一看我的这个博客 那我们上了这个滤镜以后 相机能拍到什么样的画面呢 事实上拍到的画面是非常粗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的这个红外截止滤镜 毕竟还是滤掉了大部分的红外线 但如果你的相机没有红外截止滤镜的话 那么就能拍得更漂亮一些 比如说是这个样子 这种照片跟我们生活中的照片 有什么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想的最不一样的地方呢 有两个 第一个是在于绿植 所有的绿植都会变成白色 第二个在于水面 所有的水都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黑 有人可能有些疑惑 说老师我的水不黑啊 其实它是非常黑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水黑到极致会怎么样 这个水面呢就会变成一个镜子 所以之所以现在水面的镜面效果这么好 正是因为它底下已经变成纯黑的状态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绿植会变成这个白色呢 为什么水面会变成黑色呢 水面变黑比较简单 因为红外线不是承载热量的吗 那么现在整个画面里面 哪些物体的温度最低呢 那水的温度是最低的 所以水呢就会变成黑色 因为它不再辐射红外线出来 不会有红外线 从水里面进入了相机镜头 那么树叶呢 它是净化的原因啊 它正好呢就把红外线给反弹出来了 就非常夸张的一个亮 反弹到镜头里面 所以它呢就会变成白色 变成接近于包裹度的样子 那么红外摄影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就是云会变得更漂亮 为什么因为天空也是凉的 天空的颜色会变深一点 白云的颜色会变亮一点 它的反差会稍微有些变化 那红外摄影呢 在过去曾经有个误会啊 很多人认为红外摄影可以透视衣服 但实际上除非你的衣服是花签的 而且全部被水打湿 只穿着单薄的泳衣 走在岸边的话 否则呢 是很难很难去这个 所谓的透视人的衣裳的 所以过去呢 我们一看到有人拿这个相机 前面一片镜片是乌黑乌黑的 就觉得哎呀快躲开 它要透视我的衣服了 但是实际上你不用这么惊慌 因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红外线 还记得吗 它是位于右边的一种射线 它的穿透能力呢 远没有左边什么X光 和干嘛射线那么强 那另外我刚才提到过 这个红外滤镜是纯黑的 它为什么是纯黑的 因为它可见光是完全不能通过的 你拿着它对光看的时候 就像拿着一个黑塑料片对光看一样 啥都看不见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需要有所了解 红外摄影除了拍风光 拍得很漂亮以外 它还能干一些什么吗 它还能干很多事情 比如说呢 它能去做 行政摄影 行事侦察摄影 比如说 这里有一个贼 撬了一家金库 跑了 几分钟之内 你这个警察赶到了 拿了一个红外 专门的红外摄影的相机 它对红外线不只是不截止 而且非常的敏感 对着那个金库门口拍张照片 拍出以后 你能见到一个白色的人影 为什么呢 因为它热量留在那了 拍地板 脚印留在那了 拍那个杯子 你还能拍到指纹一类的东西 所以红外摄影 做行事侦察是非常管用的 它能还原几分钟以前的 这个现场的热量情况 甚至是这个人 往哪个方走了 你通过拍照片 都能拍出来 当然你不能破坏现场 你别说那个地方 罪犯走了以后 来了20个人 站在那个同一个地方 那你就没法搞了 那同时呢 它还可以用来判断 植物的健康程度 有一些植物是非常为了名贵的 你不可能去切片 或者是打点滴 或者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植物的健康程度 比如说美国有个沙漠 叫做Tuson 那个沙漠里面全都是那种大仙人掌 非常漂亮的 那个美国国地老拍那种大仙人掌 那很多人去偷的 那警察就就寻寻回的去那个去检查 这个数数量都有牌的 有编号的 那么怎么样知道那些仙人掌 它的健康程度 那就是用红外摄影 拍张照片 如果这个仙人掌呢 它特别白 反光特别强烈 说明它是健康的 如果这个反光不强烈 变灰了 变暗淡了 那么就需要进一步检查 同样的 咱那个国内有很多人喜欢养兰花 十几万一盆 对吧 那个兰花呢 你看看是不是也可以用红外摄影去检查 它的这种健康程度 当然需要专门的摄影器材啊 我们民用的相机里边有红外截止滤镜 所以拍红外这片没有这么漂亮 非常粗糙 你需要打极高的感光度和30秒的快门曝光等等 在我那篇博客里面有相述 我这里面就不再讲了 成像的相机 这个呢 你们可以作为一个课后的知识 去做些了解 总之啊 不要总是以自己的眼睛为标准来判断这个世界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而且色彩这个东西呢 它确实是不存在的 只存在在我们的脑中 反过来再说设计师空这句话 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对 最后透露一个小知识点 虽然红外摄影呢 也分为彩色和黑白两种 红外摄影的胶片有彩色的 它能把红外线里边的 频率高和频率低的光线 给它翻映成不同的颜色 但是啊 在数码相机拍摄红外线照片的时候 绝大部分都是黑白的模式拍摄的 拍完以后呢 你需要在后期中对红外的摄影的照片 进行着色去染色 所以大家见到的 数码相机拍的红外摄影作品 绝大部分的情况 都是后期染色的结果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色彩只是 人对可见光的不同频率的光的判断 那红外都已经红到红色以外去了 那么它还有什么色彩可言呢 它就只有光的强度也就是黑白的差别